我知道 我要進去裡面拿 生活品質完全沒有了 基本上要保有我們一些 生活居住的尊嚴 現在連尊嚴都沒有 我們很彷徨 接下來就是只有旁邊那個倒下去 後面有聯絡 他們沒有跟我們聯絡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搬出來 就是它造成我們的不變 它沒有挖地區挖到這樣 怎麼會搬出來 房子也受損了 工作上可能步驟都亂掉了 它好像不關它的事的感覺 家園一系變廢墟 市府原先規劃安置旅館住到9月11號 不過依照目前回田進度 9號下午就會完全填平 確認沒有安全疑慮後 雙號住戶最快10號就能回家 而單號住戶安排在旅館再住兩週 等中繼的社會假衣家具佈置好 就會安排到南港安置 沒有簽啦 很多人沒簽啦 先把我們的居住問題 把我們的安置問題先安置好 那後續後續我們再來處理 後續的問題 一步一步來 有家卻歸不得基態建設高層 持續神隱 卻傳出受災的1到9號單號 每戶收到5萬元慰問金 紅包裡夾德彰合作興建意象書 內容包括以甲方救建物 一坪換回興建物一坪 地下室平面車位一台 意象書簽訂後 不得對雙方以外第三人透露 早外節痛批是趁火打劫 想跳過賠償變相賣下你的房子 已經找到在南港 基山社宅總共有40戶 已經接了相關的水田瓦斯 家具我們目前也已經請社會區 再規劃 最快我們也許今天下午 我們會安排讓請協建物的25戶出戶 來分批進來拿取相關的物品 折騰兩個晚上未來總算有著落 終於能暫時鬆口氣 只是雙號住戶回家後 能不能住得安心 面臨拆除的單號 又該如何求償協商 都是居民希望市府能夠協助解決的難題 借宗神良的小生 SNG小組才能報道